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这个刚睡醒 所以说眼睛稍微有一点重 我们今天拿到的是 小米和美图联合发布的 小米CC美图定制版 首先我们看外包装 外包装依然有小米CC的logo 但是没有小米了 外包装比小米CC要更简洁一些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文科生设计的 出现了一丢丢当年美图手机的风采 当年的那美图手机 我可能是作为数码圈里 为数不多的开过非常多的 体验过非常多的 美图手机的男性工作者 我当时使用的时候 每次开箱美图手机 就有一种特别奢华的感觉 打开说 你好 我的小新女 这好像是我 很少见的手机 是以背面朝上的 这样一个设计 对吧 跟这个是跟小米 小米CC9是一样的 就是也是一个TPU的手机套 这个盒子里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18瓦的快充插头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手机 依然是跟iPhone的设计很像 小米CC9和小米9那两款手机 它的后盖工艺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首先是一个纯色的 它并不是一种完全那种渐变色 你在不同的光线下 会出现一些彩虹的光运 但是我们看到这款小米CC美图定制版 它的后盖设计跟小米9完全不同了 它就是一个渐变色 它的侧面边框是一个微微金色的 这种光面的金属 然后左上角一个3.5毫米的接口 这次我首先跟大家说 就是这款手机在硬件层面上 跟小米CC9没有任何的差别 它搭载的也是三星的6.39英寸的屏幕 一个水滴屏 也是三星的传感器 32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 最大的差异化 首先它是有一个美图自己定制的UI 在设计logo上是更符合美图的设计风格的 同时这一次它最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相机是完全由美图团队来打造定制的 百分百继承了之前美图的血统 然后大家看 它在设置界面上明显就跟小米不同了 我们首先看看 它首先大的模式分成这四个 有超级夜景 有派对模式 有经典人像 然后有电影人像 首先看经典人像 在旁边有一个美颜设计 这个美颜设计就是完全跟美图手机相同的 比如说有这是专门的脸型 脸型有这一张叫做女神脸 就明显 女神就是锥子脸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一张叫做自然脸 然后这一张叫做娃娃脸 娃娃脸的意思是不是说 好像是个比例跟之前两张有些不一样 是吧 娃娃脸这个眼睛会更大一些 上面的比例会更多一些 把这个脸的下部会收窄一些 后边还有比如说美肌瘦脸 颧骨下巴 3D高光 3D阴影 发际线 我试一下发际线 大家看 这是我把我的发际线调到最高 最高的样子 大家能记住吗 我这张美图手机拍出来好好看 最高的样子 然后我再给他把这个发际线调到最低 见面奇迹的时候 看到了吗 这个发际线变低了 大家看这个距离大概这么宽 然后看这个 这个距离是这么宽 能感觉出来吗 然后比如说卧蚕 我看看卧蚕 大家看 现在这张照片 还是有点黑眼圈 这张照片是卧蚕开到最低的情况下拍的 但是没看出来 卧蚕是不是有我笑的时候才是卧蚕 而且这个美颜效果好好 然后这张 是卧蚕效果开到最高的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 没理解 颧骨 我们看看颧骨 这张是颧骨开到最低的 大家能看到吗 就是整个人的脸会更宽一些 然后大家看我把颧骨开到最高 但这个 这个让我的脸变得很窄 但是这个说实话有一些些时针了 鼻头这个之前我在美图手机上测试过 大家看这张是把鼻头变得最大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现在把鼻头变到最小 这张 当然也没想到哪去的 但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头发柔顺好不好 这张呢我特意打开了头发柔顺 这张现在是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大家看我的头发呢就稍微比较毛躁 然后有两个象征着年轻和活力的白头发 然后我现在给它打成柔顺 大家看这个效果了 所以说我用过现在美图 今年的这个各种美颜技术之后 我愈发觉得互联网很可怕 对不对 你看到的很可能是经过头发柔顺 很可能就是经过缩小鼻头 瘦脸大眼之后的一个小姐姐 男性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们看到其他的 这有一个叫做派对模式 说请拍摄时请平稳转动手机 我试试啊 它会有个振动 其实就是一个前置镜头的那个那个全景模式 这有一个电影人像 电影人像呢 之前我看到很多小姐姐很喜欢 但是我本身对这个模式并不是特别感冒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选M1吧 按理说应该是默认应该是最好的 然后我把它宽化幅打开 我大概给拍一张大家看看效果 大家看这一张就是我刚才用小米CC 美图定制版拍摄的电影模式 就是电影模式呢 它会将画幅裁切到21b9 去模拟一个电影模式 同时这一次我看发布会上介绍说 美图定制版这款手机是首个通过前置单镜头 来实现一个渐变式的虚化效果的 也就是越离我近的 那这个效果呢 应该是颈身越深 离我越远的会颈身越浅 这次还有一个卖点呢 是这个夜景模式 首先呢 我们把光线稍微调按一些 然后我们用这iPhone来拍一张自拍 看看大概的对比效果啊 好了 大家看现在这两张就是完全在没有补光的情况下 然后用前置镜头拍出的样张 确实首先在肤色上 我觉得要更接近亚洲人对于这个好看肤色的理解 更白了 iPhone的这个呢 应该算是没有经过任何算法 或者说没有经过过多的算法 整体上来说呢 有一些噪点 但是细节会更多一些 美图这个呢 我想看看眉毛啊 他们两个的细节好像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美图这个确实要更亮一些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小米CC美图定制版这款手机一个上手 我自己的感觉啊 确实你配合的这套算法 确实更像一个美图手机了 当然我更期待小米能够陆续后来再给美图单独定制一个外观的机型 然后配合这套算法 配合一个更出色的前置镜头 那样的话 这款手机无疑在很多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 它的影响力会大大的提升 我之前一直在其他视频里也提到 美图手机对于女性市场杀伤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很多女生 就是我买一台iPhone再买一台美图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如果小米能够把这部分市场牢牢抓住的话 对于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好事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腾讯数码后续的报道 我是郑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